Hello 大家好 我是风鱼 2018款日子三种一种设计设计了 二款方面新载与老款收听机本保持一致 前远依旧保留了加速式的6D级一级格三样式 设计两次的专属自身拉花也非常的运动 类似机器也用了老款车身的类似设计 已在中控区域及车门板处加入了更多的银色Google视角做装饰 配置方面新款瑞伍三配备了多功能分享盘8英寸夜间显示平等 动力机器也用1.6层自然系列放动机 最大功力为126马力 放置扭矩为165米 传统系统体配的是武术手动及4AT编辑箱 本次新车共推出搭着1.6T动力的六款车型 前述下距禁为5.99至7.99万元 目前在工信部最新的声报图中看到了比亚迪新车的声报信息 先来说送 外观上采用了比亚迪最新的Dragon Face设计语言 大尺寸隔三搭配锐利的LED大灯组非常的个新 尾部造型简洁配合现在流行的灌砖式LED为灯组设计 使用效果不错 新车的长光高费面为4600 1870 1700毫米 轴距与线管设计相同为2660毫米 各方面汽油版提供154马力的1.5G发动机 混动版则采用1.5G发动机加电动机的组合 而纯电动版车型采用218马力的电动机 说完了送 还有一款车为比亚迪秦Pro纯电动版 新车的整体沿用了此前亮相的秦Pro车型的自己风格 但前隔三样式由横条幅式改为了横竖条交错的格子状设计 并于左右两侧的狭长的大灯组项也非常的不错 侧面线条十分大气 腰线从前一直的一直延伸到了尾部 尾部为当下较为流行的贯穿式尾灯 整体来看尾部很有层次感 该车的长光高费面为4765 1837 15 15毫米 轴距为27 18毫米 动力方面将搭载一台最大功率为163马力的驱动电机 同时新车配备了三元李动力电视竹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哦 全新一代班次A级三线版的车型在国内已经发布了 不过两线版车型还没有与我们见面 而从生报图来看 新车将会和海外版车型一样会提供AMG运动套件这些 而在车身尺寸方面 三线版车型的长光高分别为4622 1796 1454毫米 轴距为2789毫米 两线版车型的长光高分别为1419 1796 1132毫米 轴距为2729毫米 动力部分生报的均为搭载1.3T发动机的车型 其中低功率版的最大功率为136马力 高功率版为163马力 转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而根据之前的消息还未有一款更高动力的车型 预计是搭载2.0T发动机的车型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了 脏气大众全新紧车型SUVDHARU 是吸引了非常多人的关注 而现在生报如来了 车头部分 该车取用了图王的设计语言时刻的大气 而在车身和尾部仍然是荣誉的大众风格 尺寸方面1.4T车型的长光高 费面为1453 1841 1632毫米 1.2T车型的高度并为1620毫米 轴距方面1.2T车型为2688毫米 1.4T车型为2680毫米 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三种样式的厚保险钢造型 同时高配车型配备有LED大灯 全景定顺 全景影响 BIS影响等 爆裂方面 新车搭载1.2T 1.4T两款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别为116马力和150马力 调动系统将匹配七处双领和变速箱 但中文名称叫什么呢 很是期待啊 从工信部最新声报途中 发现了全新传奇GS5的声报信息 相比老款车型并没有采用之前的方正的前列设计 并且前大灯组采用了柳越型的设计 内部融入了三颗LED光源 十分的个性 但间隔三极许也用了传奇的零米式家族设计 内部服役横向多个四条紧品的点缀 侧面腰线看上去运动感强烈 新车尾部具有一定的层次感 其使用了时下流行的贯穿式LED尾灯组设计 新车的长管高分别为4695、1885、1700毫米 轴距为2710毫米 从自行的类似铁头来看 采用了全新的中控材设计 悬浮式中控屏位于中央空调出风口下方 动力方面 新车提供了两款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152马力和169马力 你说这车能卖的好吗 日前 上期通用凯迪拉克XT4的申报信息也被曝光了出来 外观造型上与海外版侧型基本保持了一致 经典的设计元素 如钻石切割、新铺石前大灯 直列式飞翼尾灯等设计都得到了保留和延续 尺寸方面 残光高为4600、1881、1625毫米 轴距为2779毫米 参考海外侧型 外观可能会分为风扇板和运动板两种风格 功率方面 同样搭载200T涡轮增压缸类直奔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234马力 传统系统方面可能匹配的僵尸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看起来颜值还不错 现在就差钱了 吉利汽车已经正式启动了博瑞机翼的预设环节 该车整体造型与新款博瑞较为相似 车身尺寸长宽高 分别为4986、1861、1513毫米 轴距2870毫米 类似方面均采用了吉利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动力方面 博瑞机翼插电式混动板将搭载由1.5T发动机、电动机、电池组 和七速DCT混动变速箱组合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而MHEV轻度混动板则搭载1.5T加7DCT的基础上 配备了一套48V轻混系统 其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80马力 IBS机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6马力 最大扭矩为50牛力 其中 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腰越版和MHEV轻度混合动力车型 腰响版 预设价分别为19.98万元和15.98万元 并且这款车将于5月底正式设施 难道这是在搞饥饿营销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少把关注微节的微信公众号 或许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